两人一前一后再次飞出了好长一段时间,阴云一致之后,漠然人就停了下来,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到了,就是这里,不过别慌着下去,那九曲铃身,感应力极强,稍有不对就会钻入山石之中再不现身,要仔细斟酌之下,再下手方围上侧,别到头来双手空空地回去了。 旋骨上人望着下面,目光闪动不停,口中却是不紧不慢。 前辈,没有弄错地方吗?这里是那灵物所待之地。 寒历扫视了一遍下面的情形,不禁露出了古怪的神色,而两人在下面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山。 寸草不生,而且灵气稀薄得可怜,和附近几座大山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 寒历难以相信,这种小荒山就是那九曲铃身的栖息之所。 哼,小子,吃惊不少吧,在没有见到九曲铃身之前,我也惊意不小,但是她的确就在此山某处暗处潜伏。 旋骨上人阴云渐渐散去,显出身形,似笑非笑地望着寒历。 既然对方如此说了,那寒历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干脆冷眼注视着对方下面的举动。 旋骨上人同样不再理会寒历,而是凝望着下方,双目忽然暴射出寸血肠的血盲,让寒历看得心里一惊。 血盲中旋骨上人鲜红恐怖的眼珠转动了几下,光芒就渐渐消失了。 不错,那九曲铃身的确还在这里,她残留的精灵之气,在山石表面还可以若有若无地看见。 旋骨双目恢复了长色,听了老摩这么一说,寒历心里一动,将灵力注视到墓中,同样凝神向小山细望了一下,但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并未发现山上有特殊之处。 旋骨上人见寒历目中轻盲引线,自然知道她在做什么。 就不屑一笑。 你不要妄想能够看到九曲铃身的清灵之气,这必须使神识足够强大的修饰才能做到,最起码也要凝成猿鹰之后,才有这种能力。 而我虽然转修了轨道,但当初的强大神识可一点未受损。 旋骨的话里,阴阴有些冷嘲热讽的意思。 韩丽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却被对方的无心提醒下,体内的大眼觉功法缓缓流动之下。 片刻之后,韩丽心里一喜,因为她双目终于在下面的山石中捕捉到了一丝丝的青色霞光,分布的散乱无常,还浅淡到了极点。 幸亏我来此之前,心里就有顺手捉走着九屈铃身的想法。 做一些特殊的东西,我在路过某一小岛就准备了,现在先布下圈套,让那九屈铃身自己跳进去,就能轻易地将其捕捉到。 并不知道韩丽叶能看清楚清灵之气的玄谷,望着下面的石山淡然说道。 接着,她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一个金灿灿的东西被其拖在手掌上。 这时,韩丽愕然地瞅了一眼,一个鸡蛋大小的金丝球却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此时经过一定的特殊炼制,见韩丽脸带上一丝一晃,玄谷上人一声冷笑,就五指猛然抓住此球,然后手上黑光一闪。 一道细细的金丝从球上喷射而出,并且越喷越长,迅速在玄谷眼前交叉往复, 飞快编织成了一面小巧的金丝网,只有巴掌大小,但别致异常,闪闪发光。 九曲灵参,只有纯金之物才可将其捕捉。 其他的法物,宝器,它都可以无视避着顿走。 你将此物好拿着,倒是用它捕捉想要逃走的灵参。 玄谷盯着韩丽,郑重嘱咐,听完对方的话,韩丽双眉一挑,略微思量一下,就二话不说,冲那金网一招手。 嗖的一声,瓷网自动飞顿到韩丽手上,然后看也不看地放进了储物袋中。 玄谷上人见此,脸上微露出一丝笑意。 手掌一翻,又拿出四根土黄小棋来,这些小棋上面的符纹一层盖一层,并引有光滑闪动。 诶? 以韩丽如今的阵法造诣,一见这些小棋,先是吃了一惊,但沉吟了一下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韩老弟也认识此棋? 玄谷见韩丽面露异色,不禁有些意外。 韩丽并没有马上答话,而用双目死死地再盯了一会儿小棋,才抬手凝重说道, 这莫非就是四项玄武阵的布阵器具? 除了这套古阵法外,晚辈还真想不出什么阵棋, 只凭四面小棋就能组成一个图属性的大阵出来。 哼,没想到你还精通阵法之道,看来找你做帮手还真是找对人了。 不错,这的确就是我在半路上抽空炼制出来的四项玄武阵棋, 只有此阵才能禁止方圆数十丈的山石泥土, 让它们变得坚硬似铁,可以困住九曲灵深。 你既然懂得阵法之道,那这阵法交于你不止, 而我去探查一下灵深的具体诡计。 玄谷脸上亚异之色一闪即过, 但是玄棋又恢复如初, 随后他将四面黄棋大大方方交予了韩丽手上, 自己化作了一团阴云, 无声无息地向小山飞去。 韩丽望了望手上的镇棋, 再望了望老魔的背影, 眼中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但舔了舔嘴唇之后, 就冷笑一声, 大大方方地向下方另一处飞去。 而此时,远去的玄谷体内, 却是传来了浑厚男子的声音。 玄谷, 你将镇棋交于对方是什么意思? 我可没看出你二人关系好到这种地步, 莫非你另打什么鬼主意? 什么意思? 将此棋交于韩姓的小子亲自布置, 他才会放心进镇区补专的灵深, 而我也趁此机会要灭了他。 现在灭掉对方, 我没有听错吧, 我以为最起码 也要等到灭了吉音之后才会对他下手的。 不行, 这幸寒的小子太狡诈了, 时间一长我怕夜长梦多, 而且此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把握能控制住对方, 万一他突然将我出卖给吉音那个逆徒, 这就糟了, 虽然这种可能性低得很, 但我选故绝不会再冒险, 毕竟吃过一次被人出卖的大亏, 我就决定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而且…… 而且你一开始就没想过将九曲灵神交与对方吧? 不错, 我花了这么多心思在此物上, 又怎会甘心让与他人? 就算灵神的确对我们没有增进修为的奇效, 但只要有此物在手, 大可以用他和其他人交换所需的东西, 还是一样大有用处。 而且这人身怀金雷竹的法宝, 迟早是我们妖鬼一道的大敌, 还是趁早除掉的好, 并且你觉得这小子的肉身如何? 玄谷上人面色阴厉, 但最后话锋一转, 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让男人先是一惊, 但接着极度兴奋起来。 你要帮我毒涉这人的身体? 哈哈哈哈, 这太好了, 但那基因怎么办? 你不打算对付了吗? 基因的玄音大法乃是我亲自传授, 功法里早就治下了能够治他于死地的破绽, 到时只要他一落单, 有了肉身的你我二人联手, 足以治他于死地。 早就该如此做了, 不过你一开始就想除掉姓韩的小子嘛, 要是这样的话, 你还故意找去联手, 真够老奸巨花的。 你这话倒是高看我了, 在没有碰到你之前, 我的确真心想和对方联手对付基因, 毕竟即使我掌握了逆途的破绽攻防, 还是多个帮手的话把握更大一些, 但如今碰到了你这位救世, 自然就不需要他了, 还是趁早除掉, 免除后患的好。 你倒真会演戏, 在玉庭那边时的焦虑之色让我还真以为你急需此人的帮助呢, 没想到竟然早就动了杀机。 当时的焦虑可是真的, 不过不是怕他无法帮我复仇, 而是怕他那几把金雷竹飞剑落在别人手上, 到时一样对我们这些鬼道极为不利。 既然知道对方拥有金雷竹法宝, 还敢这般轻举妄动, 难道你的把握真的很大? 男子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关心, 这可关系到他自身的事情, 自然要问得详细一些才是。 此时, 玄谷上人已经在山石低空处不停地盘旋起来。 原本设想的是, 等我将那九区灵神真的捕捉后, 就利用四项玄武阵, 将进去用金王捕捉灵神的他一起困死在里面。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精通一些阵法, 当即灵机一动, 将那些镇旗交于对方, 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反而更完美了一些。 难道你在那镇旗上做了什么手脚? 这事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现在先将那九区灵神找出来, 否则那小子肯定不会上当。 男子轻哼了一声, 有些不太高兴。 话说回来, 我这妖鬼传授之法, 当初还是你传授的, 本想用此法搜寻那些灵神, 没想到被溺徒害了之后, 最后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散不上什么传授, 只不过各取所需而已。 好了, 不要说这些废话了, 你先助我将那九区灵神找出来, 然后就可以灭了那小子, 你也就有了肉身。 没问题, 凭我两人的搜灵大法, 找一个灵神,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动手吧。 说完此话, 玄谷脸色一沉, 绣袍向下一抖, 两道细长的黑气 从绣口中一闪即逝射出, 你接触地面后, 就毫不停留地钻到了地下, 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玄谷的脚下一道 奇弹无比的绿光, 也飞快地一闪即逝, 玄谷本人则漂浮在低空处, 低眉闭目上, 身形一动不动起来。 另一边, 在石山附近的一处空地上, 韩丽手中把玩着一杆黄色震旗, 脸上神色如常, 但目光闪烁不定,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问题, 眉宇间引荐迟疑之色, 忽然他手一扬, 一道黄光飞出, 手中的小旗隐隐地插在了地面上。 虽然看不出这震旗有什么不妥, 但你真以为我会一点防范都没有? 韩丽喃喃自语, 嘴角含有一丝冷笑, 随后他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 手中竟多出了十几感非常相似的黄色小旗, 散发着浓浓的土灵气, 看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小旗, 韩丽脸上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 不久之后, 另一边的旋骨神色一动, 木然睁开了双目, 两道黑气和一道绿光同时从地上窜起, 飞顿进了旋骨体内。 找到了, 那九曲灵神还真会躲藏, 竟将本体安在了一颗巨石的凹槽之内, 若不细心查看, 还真不易发觉的。 好, 找到就行, 我现在看看那小子是否布置好镇旗, 入套了没有? 你要小心些, 我要随意陷身, 可别给对方给发现了。 放心吧, 我所使的划行之术, 除非是原应其修士的神石, 否则绝不可能发现的。 倒是一会儿后, 万一你没能制住对方的话, 不要指望我会出手帮你的。 他的金雷竹, 可是我这没有形体力魂的克星, 我可不想被辟邪神雷, 记得行魂俱灭。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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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